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啊我认识当中就两个一个你一个他呀 你就没有一点点怀疑吗 怀疑什么 哎你去哪啊你 我去找嘉欣 你不去呀 过了昨天晚上今天好多了 那要不要我送你去 我也别逼叫车了 你昨天听到我说什么吗 什么 我说我爱你 我现在说了我爱你 大叔你也别跟我绕弯子 你到底爱不爱我 哎晓晓 对不起 对不起是爱还是什么啊 晓晓其实 如果一开始我给你的感觉让你误会的话 我跟你道歉 但是 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你的天真 你的单纯 那么热爱生活 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我这种感觉不是那种感觉 是那种 像妹妹一样 再见 小妹妹一样 好 潘总 您说我们这么做 真能对谢嘉欣起到作用 我听乔乔说 罗拉在公司里头 被谢嘉欣压得死死的 如果说谢嘉欣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罗拉 是我们最好的梦有 别想了 这是下一步的起 班总 那下一步 我应该怎么做 以你个人的名义 给乔乔打个电话 宋小姐 你只是个名义 我说你神神秘密把我叫过来干嘛 潘叔啊 病了 病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不是怕你担心吗 特意交代我 我不要告诉你 潘叔呀 就知道工作 这就是累的呀 是啊 潘总啊 一心都铺在工作上 除了像宋小姐你这样亲近的人 我很少见他有什么 所以啊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对象 这样就有人照顾他对不对 可是 这样好吗 当然好了 你讲潘叔为什么生命就是没有人照顾 累的呀 如果我们找一个人照顾他的话 那所有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但 这要怎么做呢 也是 万一潘叔看不上可怎么办 其实 我觉得像宋小姐这样优秀的人 你身边的朋友 一定也一样优秀 要不然请他们帮帮忙 朋友帮忙 对呀 你看最近不是流行玩这个朋友圈吗 要不然 咱就把 潘总拍一段视频发到网上 有合适的 就约出来见个面 朋友圈 就这个了 哎 潘叔来来来来笑一个 对就这样哎 乔乔你干什么 哎呀你忙你的 我去拍一下 这就是潘志勇先生著名企业家成功人士 潘叔你就忙你的不用管我 潘志勇先生 成功人士成功企业家 潘叔 嗯 那不是十年前的报纸吗 你怎么还留着 一些老东西 没什么 来来来 潘叔回一个头回个头回个头 哎笑一个笑一个啊 搞定 潘叔我先走了啊 那个潘叔 我能问你件事吗 嗯 就是 一个男人把女人当做妹妹 他们俩是不是有戏 应该是吧 我也觉得 妹妹只是一个开始 百分之八十多的车 我就是这样 二周走了 拜拜 哎 你就走了 宋小姐 搞定了吗 搞定了 那你的朋友就希望可以成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终于出现了 呃 昨天晚上出来的状况 看见宋悄悄了吗 我找他一整个晚上 哦 昨天晚上我跟他一直在一块 整个晚上 啊 哦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什么都没想 你生气了 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们两个怎么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我昨天晚上晕倒了 我昨天晚上晕倒了 这里又真烂 潘总 宋小姐已经把视频传上了 现在的人 只要有时间 就在看手机 有了这个视频 就能看出 谢家心到底有没有问题 那他要是根本不感兴趣 不点开呢 那就说明 调查我的人不是谢家心 如果真是谢家心在调查我的话 那看到这个视频 他一定会出现 你在这等着 那您呢 除了谢家心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非常可疑 我亲自求会回 我说的是真的 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杯酒 后来就 等一下 你说你喝一杯酒 然后呢 啊没什么 我就去 这边是 你找我 嗯 你出来五眼门问什么 他去接小宝喽不在家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这是乔乔的朋友圈 你有没有看到 潘志勇坐上的盒子 藏着十年前的秘密 说不定和爆炸案有关 我有想过 这也许是个圈套 但乔乔不会说谎 应该没问题 你昨天去办公室的时候 有查过他办公桌吗 没有 那我过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看到这些资料 哎你干嘛去 不然还没收拾呢 我会超过和你 然后您很多的资料 你会把它看回到 有什么事 我会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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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打车 我会打车 你会打车 我会打车 你会打车 我会打车 你会打车 盒子 什么盒子 没看见什么盒子 昨天还没有今天就出现了 里面还隐藏了机密的文件 不你在说什么你这是个圈套 我必须阻止加薪去盘这种办公室 不然就彻底暴露了 不你等一会啊我到了 我把车停好了跟你说啊 是吗 韩总不在啊 好的没事了啊谢谢 盘这种不在办公室 谁啊 他们到了保安 我之前送过不少东西 他都不知道 他可以说我眼线 我今天到了呢 我跟你一起去 哎不用了 我跟盘这种少朋友公司放我进去 你去了反不方便 我问我不放心啊 放心我会进去行事的 你们就对我电话 好吧嗯那走吧 喂 不你刚刚说的 什么圈套啊 你现在离京风集团进吗 我现在隔着整座城啊哎 我在学校八方家附近 准备接小宝呢 这样 我现在赶去京风集团阻止加薪见面 你现在打电话给他 不管什么理由必须阻止他 好好好 好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嗯 老爸老爸 小宝过来 你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 伯母的小宝出了散步 正好我路过啊 陪他玩一会啊 他在那边买东西马上就过来了 闷律 你的动作 你什么时候从来的 不要先生 昨天晚上 起我办公室的是你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时尚访的韩若飞 到底是什么 韩若飞当然就是韩若飞了 时尚访的谢嘉欣 有没有关系 潘先生 我想你想多了吧 走小宝 想不想开现场直播 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你不想看看 怎么下打电话 要不这样 我们打个准备 我都谢嘉欣和出现 你呢 吩子 我只能做他们 那是我 我以为你自己做的 我按摩 来 走吧 洪先生 不覺得 找不好孩子 這就是丟了 我心疼 小胖再見 参总什么时候 我认识这个人 他叫吴耀 是彭正东以前的死党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吴耀 韩若飞 时尚法是韩若飞在国外成立 这个吴耀 根本就没有出国呀 那他跟韩若飞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不是家庭的粉丝 进巧交的粉丝团呢 也是为了合理的接近巧交 我 我喜欢晓晓 这个人 非常不简单 到底想干什么 想我 我妈 上 上 够玩了 叫人 叫人 你们给我点个手扎 喂 我已经到盘证盘老师了 加星暂时脱离了比较 但是怎么让他小心这是个陷阱 我怕潘主对的不理 喂 说话呀 我看见潘之勇 他出现的时候牵着小宝的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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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的时候 我想过会有危险 但是我无法 但是小宝的 没关系 加星这边我来想办法 对不起 我需要的时候再给你拿吧 还有 千万别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兄弟 这些小宝的朋友圈 有没有看到潘之勇桌上的盒子 藏着十年前的秘密 说不定和爆炸有关 爸爸我们回家吧 爸爸今天当了逃兵 什么是逃兵啊 哎回来了 你没回去啊 我这担心你 快说怎么样了 找到那盒子吗 他不在 可是他办公室为了一堆人 我不方便进去 那怎么办 现在就这么算了 进去的手吧 刚才看你朋友圈了 你拍的那个视频不错 谁给你出的主意 替拍书做宣传 主要是想看看 有没有姑娘对他感兴趣 相亲的话 你人脉不公 可以找人帮忙 你说的对 可是找谁呢 肯定不能算啊 找时间再去一趟 我一定要知道 他那木格子里面装子是什么 你看人了 谁啊 那个彭派 他好像跟宋小小小关系挺好的 这么些年 你好像连杜凯的单身问题都没关心过 开始注意起他来了 哎 穿心动了 你想太多了 我也不过就是 随口一问罢了 行行行行 说这事吗 你打算使得终于再去看这人的办公室 要不 今晚再去 喂小焦 嘉欣姐 跟你商量个事 最近我和潘叔秘书和记者给潘叔拍一个视频相亲 可我们俩朋友圈就那么几个人 你认识的人广 要不你也帮忙宣传宣传 毕竟潘叔也挺优质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视频 不是你人拍的 不全算你吧 潘叔秘书也算功臣之一 怎么了 嗯 没事 我知道了 谢谢嘉欣姐你最棒了 那我先挂了啊 嗯 都可以你提醒我跟嘉欣姐说了 她也愿意帮忙 我都听到了 所以 那个视频 潘志勇的秘书也有参与 那代表潘志勇不是完全不知情啊 有可能 那个木盒子 是她故意放的 这是个圈套 要让她掉进去 对啊 你说的没错 这应该是个圈套 瞧瞧这个电话来的真是时候 提醒她 伸手不错 练过几年拳击 我不得不说 对你我确实看走了眼 您客气了 哦 我去见个无耀了 无耀是谁 现在我基本上可以肯定 无耀 不是韩若飞 韩若飞这个名字我倒是挺耳熟的 你说呢 是那个开饭店的吗 怎么 你不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 来给你看样东西 你到我办公室来 是不是找这个 假的 临时撕了一些旧东西 就像是一个 钓鱼道儿 你觉得我是鱼 你为什么对十年前的事情感兴趣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可以抱歉 说我传了您的办公室 你不说 你不准备回答 无口方告 还有事吗潘总 没事我先走了 你以为你走得掉吗 喂 找到了吗 还没有啊 那麻烦你再找一找啊谢谢 哎哎哎谢谢不是给你不是给你 喂 还没有消息啊 好 我知道了 没吃饭了 没吃饭了 我不饿 瞧瞧你不能这样 澎湃多大的人了 他不会有事呢 我就不会有事 人也不见了 手机也不开机 已经两天了 没吃饭了 我已经拖那些记者去找了 还是没他的消息 这人怎么说消失就消失呢 我哪知道 喂阿凯啊 那个澎湃去上班没 那个澎湃去上班没 你怎么和瞧瞧问的一样啊 那家伙还没出现啊 这也算是矿工 要不要再给你派人处理过去 唉不用了 你有他的身份证 知道他老家在哪里什么之类的 没有啊 他是临时工 连合同都还没签呢 哦好吧 那女后的消息来跟我说吧 嗯 喂 喂 不行我要报警 这都没过四十八小时 警察都不会受理的 你冷静一下 那说不定他就 不想见人呢 理由呢 理由是什么 这说不定什么人什么事自己了他呀 他他选的逃避躲一躲 你昨天听到我 什么 我说我爱你 你还说不关心他 不是啊 好好的一个人就消失了 我当然问呢 这不是关不关心的问题啊 你骂跑的助理好像不止一两个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问过 他们又没有消失 什么 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助理被你骂的直接翘板 消失了三点 你都没有问过 红派这才多久 你就托我让我全世界去找他 主要还是有一些工作找他做 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 我可以帮你先做了 呃这些事 只有他知道 全世界没有人能做非他不可 哎呦 我不跟你找个人而已吗 你有必要这么胡思乱想的吗 啊 爸你在喝什么 你爸呀 这不是在喝 这是在舔 舔酒 儿子 你长大以后可别像你爸这么怂啊 那得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你故事还没讲完呢 我们今天会讲故事 爸爸故事里这个男人呢 决定要去破案 去找到新手 接着呢 遇到了很多困难 那他要不要继续破案呢 我以前好像也开过你跟杜凯的玩笑 你可从来没这么急过 好了 我承认 澎湃 确实有一些不一样 终于承认了 不是你想那样 说你也会醒 那你说说看 我觉得 他很像震东 加西 你看你看 你又要跟杜凯一样 说我因为思念震动到精神异常 对不对 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他 他真的很特别 有什么特别 比如说 有一些对话 如果再做噩梦的话 就大事喊我的名字 我会在梦里保护你 你加了酱油和醋调味 嗯 给他怎么样 有一些细节 不跟震东一模一样 那只是巧合 但感觉是不会变的 这阵子有他在我身边 我连噩梦都做少了 这以前只有震东才做得到的 你对他的感觉 不太对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觉得 他是不是跟震东有什么 关联 很多朋友都不想干脑 他跟乔乔在一起 他们俩一起出去了 之后就没人再见过 我估计他们俩人应该在一块 他们俩平时关系就好 就当让给他们放假 看见送乔乔了吗 我找他一整个晚上 昨天晚上我跟他一直在一块 乔乔 干嘛 我老师瞅你呢 你先帮我顶一下 我去找一下宝败 我总帮你留 谢谢拜拜 故事里这个男人 就像爸爸之前一样 丢下兄弟 选择逃避 那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啊你回来了 你天天喝酒写字门都不出 你走吧你 哎呦我这不是没啥事可干吗 哎你呢你最近能忙啥呢 别提了 加薪找人 又找腾震东了吧 什么彭震东啊 彭派就是他那新助理 他怎么了 谁知道跑哪儿去了 两天都没消息了 哎小宝你跟爸爸玩啊 我去上去睡了 爸爸爸爸正跟我讲故事呢 对 我已经到潘城办公室了 我看见潘之勇 是什么 他出现的时候牵着小宝的手 对不起 我过去了 反正跟我也没有关系 哎 不可以 不能害怕 不用放弃 你要勇敢 儿子你刚刚说啥呢 故事里的人呢 遇到很多困难 不要怕 他要去破案 为什么 因为他是英雄吗 因为他是英雄吗 你希望爸爸是英雄 对 英雄就该去破案 对 那要是遇到坏人吧 去打他 耶耶 小宝 好好照顾妈妈 我走 喂喂喂哎 警察是警察叔叔 喂喂 这这这这不能停 这是我的车啊 你车啊 对对对 这不能停车你知道吗 这叫车我们马上挪走 马上挪走 等一下啊 喝酒了啊 喝喝喝了一点点 那个我马上交代价 等一会等一会啊 我马上挪走 大家对对对对 废话不喝酒能叫你吗 快快快快 好好 喝酒不能开车啊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再见 黄佩 你在不在家 玩笑是一点都不好玩 喂吴先生啊 不 你就跟我说实吧 你有没有跟我兄弟联络啊 还不 没有啊 没有联系我 他说我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要联系他 嗯 怎么办 你找他你找他家 嗯 真 但我真不知道他在哪 行吧行吧 那我就自己找一找 好好好 孩子能去哪 你开车开车开车 你开车我带路 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sorry the snubscriber 有点 宝贝 你到底去哪呢 难道 不 终于是 帮车装 真的 你 我 的 你不回家吗 你不会是没地方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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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等我一下 一会这样没有 咱们还得轩弹进风 导人 对兄弟 是的潘总 按照您的指示 我已经找到他们家的具体地址 对 我已经在他们家附近了 对兄弟 臭小子是不是在楼上随巷 是的潘总 我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 是 他们家门好像没有关 在楼上随巷的楼上随巷 你这一并就在楼上随巷